中国白酒产业是充分市场化的产业 每天都吸引着资本市场的高度关注 10月份以来 白酒板块出现了较大波动 众多知名白酒企业的股价出现深度调整 10月25日 华人啤酒以123亿控股 惠州金沙酒业的消息公布后 股价也出现较大波动 近日 中国酒业协会连续发文指出 白酒业稳中向好的根本趋势没有改变 呼吁市场理性看待白酒发展 日前 本报记者就久起在资本市场近期出现的行情波动 如何看待华润啤酒 入聚白酒业等热烈话题 采访了中国酒业协会理事长宋淑玉先生 资本没有属性 我觉得资本没有好坏的属性 资本的就是投资人对这个产业的理解 他说追求的目标 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说我们给一些投资人交流的时候 我说这个白酒呢 这个产业从投资人的视角来看 你要做投资去做回报很难 所以我经常跟大家开玩笑 我白酒是个什么呢 是一个用几句话可以简单说解叫什么呢 这个用料不计价格 用工不计成本 用时不计岁月 方能酿瓶好酒 要想短期内去谋起一个回报不太可能 大家可以从市场看 我们讲目前市场的成功的品牌 是良好的市场表现 都是什么呢 我说都是中国传统白酒的坚守者 没有一页真酿的成功者 今天酿一个酒明天成功了 没有 一个案例也没有 今天所有在市场上表现好的品牌和酒 应该说都是一个几十年 上百年 甚至上千年的这种积点下来的 我们讲白酒呢 是一个重资产 重资产投入 长时间 长回报的这么一个产业特征 这是白酒去比其他产业 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 华人录制白酒呢 应该是还是 抓住了很好的一个机遇 因为这些好的资源 这个白酒整个产业当中 好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 对 你只要是 把好的资源 在更早的时候抓到手 我觉得就是最佳机遇 华人我想呢 进入这个白酒 投资到白酒这个领域当中 我觉得呢 它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 首先做了很好的市场调研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同时更为重要呢 我觉得是对白酒产业自身发展规律的认识 我觉得华人是做了充分的理解 而且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才敢投白酒 我觉得华人录就把自己在 在啤酒这个领域当中的一些经验或者一些成功的一些东西能够与传统的白酒的很好的融合 然后在同时在有些创新和提升的话 我们还是很有期待的 所以说虽然都是酒 啤酒和白酒 实际上来讲它有非常大的不同 啤酒的这种高度工业化 现代化 智能化 包括市场营销领域当中的很多数字化的一些技术等等 实际上这在白酒整个产业来讲 是能够为白酒赋能的 这是华人非常重要的优势 再加上华人的品牌等等 这些都有优势 但是进入白酒行业 按照白酒自身发展的规律 去运作好白酒 我相信这是华人最核心的一个 如果华人抓住了这个核心点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我想华人进入白酒 我们是充满期待 希望华人的这种并购白酒 能够成为经典案例 也希望华人能够赋能白酒 为白酒整个板块的这种发展 能够注入更多的活力 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